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曾经为了留待香港而放弃了自己的英国国籍 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白人大叔部门了 这位大叔名叫卢威斯·麦克尔斯 曾是香港回归以来 首位加入中国籍的港府高官 现已退休 昨天 他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上 撰写了一篇讽刺这些极端分子的文章 标题是 或许英国和美国会来救香港 就如猪也可能会飞一样 结果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 卢威斯先是吐槽了一下过去一段时间里 香港街头上演各种极具魔幻主义色彩的事情 比如 一名港府的前官员 居然跑去美国要求美国制裁香港 又比如香港一些所谓的高知人群 居然会认为 香港有一天能独立 但在他看来 最魔幻荒谬的事情 莫过于一些街头的极端分子 会跑去英国和美国大使馆门口游行 祈求这两国政府的收留 随后 卢威斯先是分析了 为什么英国不可能去接收这些极端分子的原因 指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英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就可以看出英国当时就不打算让包括香港在内的殖民地的人获得在英国的居住权 所以英国政府才搞出来了英国海外公民这个护照 卢威斯还指出英国目前当任的保守党在移民政策的制定上一直也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而反移民更是如今驱使英国走向脱欧的其中一种情绪 所以 卢威斯认为 指望英国会突然修改移民政策 将这些极端分子都接纳过去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展开全文截图 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其次 卢威斯又指责了那些选择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 求美国收留的极端分子 称这些挥舞着 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 甚至希望他2020年能连任的人 极度不要脸 卢威斯的理由也很简单 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排斥移民的人 看看他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的那道高墙 卢威斯说 虽然特朗普现在也在关注香港 但那只是出于打压中国的目的 他讽刺说 只有脑洞开得太大的人 才会认为特朗普会突然打开美国的大门 接纳这群香港的极端分子 杰乎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最后 曾在1974年的2008年间 供职于港府 曾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 并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 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卢威斯表示 香港街头这些极端分子 应该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外国政府不会是他们的救世主 图为2007年时 人民日报海外版 对卢威斯的介绍他说 香港永远会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香港的基本法 才会带来香港人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认 为香港人应该脚踏实地的维护基本法 发展基本法 并和北京这个香港人真正的首都搞好关系 而不是华盛顿 伦敦或是柏林 沃泰华 堪培拉 这样香港的未来才有保障 杰乎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